OK 大家好 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是R汽车的一个展台 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个呢 就是R汽车的ES33量产版 为什么我要强调量产版呢 因为之前在上海车展上 他们已经发布了这个概念车的版本 那么既然是一个量产车的版本 所以我想先从设计方面来聊聊 它和概念车有什么不同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车头的方向 大家可以看啊 它这个整个先看看车灯 这个车灯呢 其实和这个概念车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都使用了这种贯穿式的这么一个设计 然后整个车灯呢 是采用了一个分体式的大灯 上面呢主要是一个日间的行车灯 下面是一个远近光的一个照明 然后以前的时候概念车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三角区的设计 但是这个三角区都是用LED的灯源 在量产版上面取消了这么一个设计 那么其实整个前辆会让你看起来相比概念车呢 它会稍微选择更加的柔和 车侧其实和概念车的改变没有什么太多的地方 那么整体的流线还是非常的顺畅 另外可以看到三条这种腰线 分别是在翼子板的上方 然后这个后轮的上方以及底下 那这三条线呢让整个车显得很有力量感啊 那么在车尾呢 其实也是和概念车没有一个太多的变化 然后采用了是这种贯穿式的后尾灯 然后这个整个后尾灯呢和后边的这个腰线进行了一个融合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和谐 对于我来说呢 这台车我最喜欢的一个角度就是它的这个侧面 我感觉这个侧面特别的流线性 OK呢 除了这个设计之外 这台车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的智能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台车目前的定位是R汽车的旗舰车型 所以他们在智能化方面投入的比例是很大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台车的一个硬件的组成 这台车呢是使用了一个五个毫米波雷达 但是呢这五个毫米波雷达里面有一个毫米波雷达在车头的前方 这个是一个4D的毫米波雷达 那么这个毫米波雷达呢可以说相比于传统的毫米波雷达 加入了一个这个垂直垂直是阳脚的这么一个概念 它可以识别一些立体的图形 立体的这个物体障碍物 那么工程师说它可以识别120米远的一个可螺平 这个想想还是挺挺强大的 然后我们再往车顶的方向看一下 我们发现和普通车不一样的地方 它这里有一个凸起 其实呢这个就是激光雷达 随着这个传感器的增多呀 如何把传感器融入到车身 其实是车企未来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车侧呢也有很多应用于价值辅助的一些硬件 比如说位于这个前一字板的一个摄像头 它主要是来看后边的一个盲区 车侧的一个障碍物 歪乎置镜呢布置了两颗摄像头 一个摄像头是用用于价值辅助功能 来看这个前方的一个盲区 另一个这个摄像头呢是用来做360度的环绕 这台车还加入了5G的这么一个芯片 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些硬件都放到了这个鲨鱼旗中 另外这个鲨鱼旗的后面其实还有一个摄像头 是用来做流媒起后是硬的 这台车的驾驶辅助平台呢是和英伟达进行了一个合作 硬件方面呢由英伟达提供 然后这个R系车自己来进行一个算法 各方面的一个软件方面的字眼 那么在通过这些硬件软件的别家呢 这台车可以实现目前所有的L2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当然这么说还是有点谦虚了 包括这个同时它还加入了这个高精度地图 可以实现在高速上的自动导航辅助 然后我们常见的车道保持ACC自信巡航 AEB主动紧急制动等等等等 关于这台车呢在智能驾驶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了 因为这台车呢目前内饰还没有公布 所以我们没法到里面去看一看它的车机 包括一些这个交互方面的情况 所以我们等到今年年底的广州车展的时候 我们再来一睹这台车的风海吧